继2002年开幕的理想大地度假饭店之后 理想大地企业集团在2023年第四季推出了全新水岸森林系景观园区A2水岸 而园区内的梦幻屋咖啡厅已经完工周围阶段 穿梭水岸的森林电动游艇也已经准备就绪 因此在28号市营运让大家抢先体验园区内迷人的山水风光 以及水岸森林的特色 园区内梦幻咖啡厅宛如童话故事里可爱的农妆防射外观 上位完工就已经吸引许多爱好者驻足拍照打卡 梦幻屋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兴建细心打造 成为了国内最具特色的湖岸咖啡 我觉得它的特色在哪里 房屋 西班克的房屋 然后还有它的洛宇松的菊 很美 我觉得这里是最美的星巴克 比台客还漂亮 它整个环境很舒适 而且感觉进来就很舒服 A2水岸园区具有独特的水岸森林景观 为了让游客能够有难忘的游园感受 理想大地不惜聚之 邀请国内团队设计打造独一无二的电动游艇 那当然因为我们有四公顷的一个水岸 我们也会跟不管是独木舟或者是SEP的业者 去设计不同 在不同的时节去设计不管是水岸 或者是陆路的一个包套行程 那我们在西安的部分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三个区域 我们还有一个大岛区 一个圣泰大岛 那我们未来可能也会有包岛的一个套装服务 游船接上加上包岛 比如说婚礼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个设计 游客可以轻松的舒适坐在游艇上 缓慢安静的划过湖面 穿梭在水岸森林树丛间 欣赏近处的水岸湿地生态 以及远方中央山脉与山蓝间的波澜转获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